大家好我是雷翔 最近都會有網友私訊我問我一些問題 想說今天拍這部影片 就針對他們的問題來做出回答 有位二專一年級的學生 說辦上同學開LINE的群組 就唯獨沒有嫁他 還禁止他家 覺得同學都在裡面說他的壞話 導致他的心情不好 有什麼辦法才可以讓他心情變好呢 我覺得首先要先思考的是 他們為什麼禁止我家 是我本身有問題 還是他們就無緣無故有抬起我 如果有意識到是自己的問題 那盡快調整 我該怎麼做才可以跟同學們 有怎樣好的互動往來 如果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也找不到問題點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與同學面對面的溝通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是不是我哪裡做得夠好 還是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能快速的知道原因 再來我要跟你分享關於朋友 什麼叫做朋友 孔子有講 有質有樣有多文 有質就是說朋友能直接的告訴我 我的缺點在哪裡 有量就是朋友能體諒我的缺失 並陪著我一起成長 有多文就是在朋友交往的過程當中 可以從他身上學習到 我以前從來沒有見識過的學問 以上 如果你在意就會解決他 如果他們不算是你的朋友 那你還在意什麼呢 男女朋友如果遠距離戀愛 是否待會愛情離鄉背景到對方身邊 還是繼續待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下生活 我們現在談談如果離鄉背景到對方身邊 會面臨什麼樣的優缺點 優點就是可以整天相處在一起 溺在一起 見到彼此 面對面溝通 越快越方便 這是優點的部分 那缺點就是 離鄉背景到其他地方 人生地不少 可能要重新找份工作 消費生活方式 可能跟以往有所不同 這是缺點 那繼續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下生活 又有什麼優缺點呢 優點就是 習慣這環境的步調 生活機能清楚 好好搭載原本的工作 慢慢揮畫未來 這是優點 缺點就是 彼此不能相處在一起 會常常煩惱 我的男朋友現在在做什麼 是不是外面有小三 我的女朋友現在在幹什麼 在外面有沒有亂搞 等不安言訴處在 以上是兩種方式的優缺點 列出來讓大家做參考 思考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不過以我個人觀點 會覺得 遠距離真正的問題 不在於男女方 是否要到彼此身邊 重點在於 遠距離戀愛 建立在信任上面 如果你們彼此相愛 所有阻礙都不是阻礙 應該互相為目前 所有的事情奮鬥打拼 因為還有更長遠的路要走 叫做未來 我們總有一天會走到一起 但前提我們必須先等待 如果等待不了 那遲早還是會分開 這是我的建議 讓你們參考 女生交男朋友 該不要讓家人知道 如果家人知道了 反對 該怎麼辦 其實在大部分的家庭 觀念來講 會覺得 男生交女朋友 家人不會多說什麼 女生交男朋友 是會被百般的刁難阻擾 好 這時候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家人的立場 以及我的立場 為什麼會不同 理解之後 再去思考解決的辦法 在女方的立場 可能會覺得不公平 為什麼哥哥交女朋友會沒事 我交男朋友就不行 難道我就不能和我愛的人 一起追求幸福嗎 那在家人的立場 會覺得在愛情裡面 如果受傷了 大部分會是女生 比較吃虧 男方受傷了 可能還承受得了 當學個經驗就好 女方就不見得了 況且 女方是嫁到男方的家去 而且 男孩只有一次 在不忍心的情況下 當然會對女生的感情方面 嚴格把關 如果我是一個父親 我對女兒的感情生活 也會特別嚴格 我就會去多人事 觀察對方 了解男方的家庭背景 確保女兒交到你手上 日後會是幸福的 或是男方是否有責任心 喪經心 再透過與女兒的溝通 更了解你們 是否有一同互相成長 家人會這麼想 其實出發點也是為自己女兒好 這點我們要知道 所以也沒什麼好隱瞞的 我們要做的就是 多跟家人溝通 並且要讓他們覺得 你已經長大了 有能力保護自己 也時不時讓家人 多認識男方 以確保他們安心 今天的問題就先回答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照我們聊聊網 我們下次見 掰掰